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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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海鮮賣到一半 台主神色好緊張 還要小幫手快點把門鎖起來 最後鏡頭前只剩一條魚 留下滿是問號的粉絲 狂在下面留言到底怎麼了 但這時大家口中的哲歌 無姓直播主疑似遭三人爐走 無姓直播主直播到一半遭人爐走 從留言隱約中可以看出是有蹊蹺 誠心男子大喇喇留言 兩位大老闆馬上到 沒多久就傳出路人的消息 無姓直播主27號晚上大概9點半遭人爐走 鏡方也接獲報案 直播主的臉書上小編也丟出尋人訊息 經過5個小時凌晨3點多 小編再度發文人找到了在醫院 但已經渾身是傷 腳底被磨破 渾身是血 手腳還可能被打斷 警方懷疑可能是和其他直播台有糾紛 其實無姓直播主齊薇迪已經傳出和對方不合 當時對方人馬也在直播前上演全武行 就算警方在現場 雙方人馬也沒再怕集體打群架 讓警方最後出動辣椒水 才將現場控制住 兩邊人馬原本是直播合夥人 拆夥後各自經營 卻也因此變成競爭對手 用暴力競爭撕破臉 這長達至少一個月的糾紛 恐怕短時間內也難以劃下句點 記者張春華 黃旭雲評論報導